1962年5月初八 仅仅39岁的他就已经在说服台湾不久后就过世了 更奇怪的是 郑成功在死前大喊 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招破脸面而死 这是历史上的一次大遗憾 而在遗憾的同时也会有很多人产生不解 为什么如此成功的一位民族英雄会那么早就去世了呢 首先 一些人认为 郑成功是被毒死的 这是根据夏琳的一本记载史册 米海记文发现的 在史册中有说到 郑成功由于怀疑有人要毒害自己 而拒绝服用药品 还有一种表现就是 郑成功死前总是大喊大叫 疯狂地抓挠自己的身体 导致身体的很多部位都有裂痕 这种表现被人们认为是中毒的表现 长此以往 郑成功毒性大发 最后死亡 其次 一些人认为 郑成功是自己病死的 这种说法是根据李光帝的 荣术与陆续集中得到的 在语陆中提到 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 就疾心病一起复发 导致身体每况愈下 因此 郑成功的亲信 马信给他推荐了一名医生 但是 最后仍旧没有将其医治成功 郑成功也不幸离世 并且 这种说法在临时的 《核叉丛谈》中也有提到过 里面说到 郑成功疾病严重 反复发生 无奈离世 最后 一些人认为 郑成功死亡的主要原因 还是归咎于自身的疾病 加外部的刺激 本身患有众多救急 再加上感染风寒 再加上自己的家庭破裂 父亲被杀害 政治生涯结束 南民永利皇帝被杀 乱伦生活 儿子正经 和如母苟且生子等等 这一切的一切 都发生在郑成功身上 导致其自身性格暴躁 脾气恶劣 心理疾病 加上身体疾病 打击之下 没有挺过去就离世了 这种说法 在李腾月的 郑成功死因考里 有明确指出 郑成功在临终之前 脾气特别暴躁 有事无事就拿仆人发火 有时候情况严重起来 连自己都下得了狠手 现在 根据种种结论证明 郑成功的死因 是疾病加刺激 看起来还真是有几分可信度的 据台湾县制记载 当国信公卧病的当初 五月初二早 呼天昏地暗 黄蜂大作 初三更风雨交加 还将及安平外 海波浪冲天 继而雷震电闪 如山崩地裂 初五日 天平雨晴亮 初八日 国信爷归天 历史已经过去很久了 许多历史足迹 也已经消失殆尽 至于郑成功到底是怎么死的 并不能得到确切的证据证明 但是 一些人根据郑成功 死前的表现 和各种史册的联系 看起来 郑成功被毒死的可能性 也是特别大的 关于郑成功被毒死的原因 还是可以追溯一些的 据说郑成功生病是偶然 但是生病的程度 还不至于严重致死 如果好生调养 还是会有康复的可能 但是郑成功最终 还是死亡的如此迅速 这也难免让人联想到了 古代那些大家族内部斗争 引来的扼杀 其实郑成功到底是怎么死的 当代人们并不能从历史记载中 完全得出确切的结论 可以知道的是 郑成功的死亡原因有很多 其中也都有一定的可信度 今天要彻底弄清这个问题 已经是很困难的了 郑成功死后 儿子郑金字 金门发动军事政变 自称严平王 打败了控制台湾的郑成功之地 郑世锡 在台即位 然后改东都明经为东宁 他依陈永华之意 移植明朝中央官职 荣凤已死的永利帝郑朔 成为了南民抗清的最后根据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